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996-5232 1996-5232 沪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体会佛陀的大慈悲就在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般若讲座 海涛法师般若讲座 阳法师般若讲座 依和大探法 我愎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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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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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我们迁佛式 一开始我们大家合掌 我们一起来念佛 但是我必须还是重复一次 这是合掌的意义是什么 这只手代表佛 这只手代表受苦的众生 地狱 鬼道 畜生 天 人 那些轮回的众生 所以我们合掌的时候 愿佛菩萨的功德慈悲 帮助这些受苦的众生 要合掌 那我们佛教徒念佛不是为了自己 因为众生很苦 所以我要求阿弥陀佛帮助众生 我们是那个连接点 所以我们念佛很重要 我们念佛才可以把佛的力量 帮助受苦的众生 所以这只手代表菩提心 这只手代表大悲心 能够合掌代表无我的空性 因为我们祈求 虔诚祈求佛菩萨的力量 来帮助受苦这些母亲众生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安住空性 虔诚祈请三宝 慈悲利益众生 这个就是我们大乘讲 念一下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这个就是菩提心 那菩提心你就不会有太多的自私果质 所以我们合掌的时候 你要这样意念 再跟我念一次 菩提心 大悲心 空性 这也是归三宝的意义 归佛 要发菩提心 消除自私贪心 归法 要体正空性 消除我之归身 要忍入慈悲 消除称慧心 所以当我们一合掌的时候 那我们要告诉自己 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正确的发心 来念阿弥陀佛 来念心经 来恭敬三宝 这个佛法是一种思想 思想 由这个思想 变成这样的行为 所以各位听我这样讲 如果我们这样合掌 那我们就具足了 合掌了十八种功德 利益 所以大家跟我念 然后念的时候 既然你要念 拿摩 本师释迦牟尼佛 拿摩就是用我们的生命 去医子学习叫拿摩 拿摩 所以我们一念的时候 你要观想 所有的佛 所有的经典 所有法 所有的菩萨 都降临了 当你要念的时候 你要观想 拿摩常住十方佛 不是光千佛 百千万亿佛 都现前了 请问各位 做儿子的喊妈妈 妈妈会不会硬 一定的 佛菩萨 没有不理我们的 你念个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 闻生就苦 但是话又讲回来 我们把所有佛菩萨 请到这边来干嘛 帮助你不要肚子痛吗 帮助你发财吗 太自私了 我们理解所有佛菩萨的目的 是因为 念一下 众生太苦 众生是什么 念是 地狱道 恶鬼道 畜生道 天道 人道 阿修罗道 都是父亲母亲 他们很苦 所以我们的爸爸妈妈 正在流血 开刀 很痛苦 所以 我们要祈求 佛法身 诸佛菩萨的力量 来帮助他 这个叫 一心念佛 所以 我们念佛 佛念众生 所以我们一心念佛 就是什么心呢 念一下 大悲心 大悲心 菩提心 空心 这个叫一心念佛 一心念佛不是我只念我没佛佛 其他都不要管 那就 这样讲就太执着了 一心念佛是一个正确的法心 所以我想 不管我们今天 大家念什么经 念什么佛号 念什么纵 都叫一心念佛 一心念佛 就是希望我们到极乐世界一样 念佛念法念身 念菩提心 念空心 念大悲心 我想 佛教的思想教育 是为了这个 所以来 大家跟我合照 请跟我念 真心的哦 看到佛菩萨 意念众生苦 让我们成为那个连接点 所以我们念佛 诵经持咒 大慈大悲 来 南无常住十方佛 南无常住十方法 南无常住十方身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南无大悲地藏王菩萨 南无大悲地藏王菩萨 愿法菩提心 愿修大悲心 愿修大悲心 愿体正空心 愿体正空心 愿成佛道 愿成佛道 普渡众生 普渡众生 我为父母祖先 我为父母祖先 六道有情 六道有情 一心念佛 一心念佛 好 请放胀 那我想 各位就要念习 经常 如此 不管你念心经 你要这样如此 念心经 比如说你念般若心经 所有的佛 特别这边是谦佛 每一尊佛嘴巴都在念心经 因为你在念心经 你在念心经 那诸佛菩萨一定随喜你 也在念心经 那么这么多佛念心经要干嘛呢 那我们要帮助地狱道 恶鬼道 包括一只蚂蚁 都消除他们的痛苦 所以他们都在念心经 行千百万亿佛念心经的力量 加持千百亿受苦众生 然后呢 他们就消除他们的夜宝 个个都变成阿弥陀佛的形象 念佛的人只要坐在莲花 这代表清净心 有信心 然后呢 莲花上面的你 外表就跟阿弥陀佛一样了 所以我们在念佛的时候 各位你要观想 今天你在念阿弥陀佛 你要观想 十方诸佛菩萨都变成阿弥陀佛 我想千佛是千 就代表无量无边 十方诸佛菩萨都变成阿弥陀佛 因为你在念阿弥陀佛 然后十方诸佛菩萨加持所有六道众生 都让他们身口意业障清净 变成阿弥陀佛的形象 所以个个就坐在莲花 跟阿弥陀佛平等的形象 往生净土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念地藏王菩萨也要这样想 十方诸佛菩萨都变地藏王菩萨 所有父母众生都变成地藏王菩萨 心佛众生 三无差别 所以对我来说 各位就是阿弥陀佛 各位就是墙上的千佛 要这样去看待对方 这个佛教里面叫清净观 清净就没有分别 什么叫佛 念一下平等名为佛 这一句话最重要 空性就是平等 没有分别 平等名为佛 我们为什么会烦恼 我要健康 我不要生病 我要有钱 我不要穷 那我们有分别 所以很痛苦 那事实上这些 这些分别的东西是假的 本体才是真正的 本体是空性 所以我最近常讲一句话 念一下 来 消除个体 融入整体 成为一体 学佛的基本就是 不是要凸显自己 让自己融入阿弥陀佛 对不对 让自己融入观世音菩萨 让自己融入阿弥陀经 消除个体 融入整体 成为一体 我们跟佛菩萨合为一体 我们跟众生合为一体 所以我想佛教里面 进来佛堂 规定了很多动作 这都不是你习惯的动作 但是这个动作就是要磨练我们 就像我们出家人 每个人都理光头 我不能说 你理光头 我要跟你不一样 这样 我要中间 这样 我要烫成粉红色的 那你这个人没修行 因为你不是在 你还有这种外表的执着 所以我们出家的人 不管谁 头也一样 衣服也一样 那就是让你觉得 一样一样 大家无分别 那你是董事长 你是乞丐来出家都好 各位念一下 佛性皆平等 这一点是我们学佛 第一个要注意的 尊重自己 也尊重众生 你今天为什么要来学佛 因为佛说 我有佛性 我有佛性 我愿意开发佛性而成佛 所以你尊重你自己 可以成佛 有佛性 那你也要去尊敬 所有的生命都可以成佛 所以各位这一点很重要 来念一下 爱护自己 也爱护众生 尊重自己 更尊重众生 学习这句话 你爱你的儿子 你也要爱那只狗 你要爱那只猫 你也要爱那只蚂蚁 各位我们把 所有最庄严的 都来供养诸佛菩萨 你看我们在佛前 供养最庄严 这什么意思呢 尊敬佛陀 以尊敬佛陀的方法去 尊敬自己 去尊敬众生 你千万不要看不起别人 看不起别人 就是看不起自己 因为你就是我 我就是你 佛教讲空性是 没有你就没有我 没有蜜蜂就没有人类 没有太阳也没有世界 所以我们讲空性就是 原来离开太阳 离开山 和大地 离开蚂蚁 离开美国人 离开蜜蜂 我们都不能单独存在 佛陀要我们了解这个空性 空不是没有 空是 没有自己 单独可以存在的 离开世界 各位你现在我们试试看 三分钟不要呼吸 好不好 你要讲不好 因为我会死光光 三分钟就死 我们这个生命离开空气不行的 那请问空气 氧气谁给我们的 花草树木 我们给它恶氧化碳 它给我们氧 人不能够离开树 树不能够离开人 所以人就是树 树就是人 但是我们为什么会烦恼 我是人 它是树 我可以把树砍掉 但是我不能杀儿子 事实上你砍树就在砍自己 土地也好 树也好 太阳也好 空气也好 泰国人也好 就像各位你现在穿的衣服 想一想看 是一个印度可怜贫穷的女人 她很穷 她为了赚钱 她把这个衣服做好了 终于 透过不断的条件 你穿在身上 所以远远的 有一个可怜的穷人 为你编织这件衣服 为你做了这个鞋子 佛要我们有这样子的 感恩的心 我想我们华人 最好的特点是什么 来 孝顺父母 超度祖先 我们希望祖先都能够离苦 因为 有了祖先才有父母 有了父母才给我们 所以我们要有感恩的心 有感恩的心就是希望父母快乐 就是希望不要痛苦 快乐就是慈心 慈悲的慈 他不要痛苦就是悲心的悲 所以我们想想看 我们这一辈子有父母 那我们上辈子也有父母 在上一辈子也有父母 所以无量事的轮回 我们有太多的父母了 所以各位 现在你坐在你后面前面 有没有错过你爸爸妈妈 你要说绝对有 赶快抱他一下 抱不下去 因为他不是我妈 这就是我们的执着 首先让各位分享一个功德 今天一上午到刚刚 我们去跑了波士顿 三个最大的魂牧区 然后去念了很多经 撒了很多米 转动经凡 就是希望这些父母众生 得以离苦的了 我们的父母可能上辈子 是犹太人 有可能是美国人 有可能是华人 所以各位要念一下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那既然我们讲说 我们要修慈悲 修平等 那我们不能说到弧牧区 这个又不是我爸爸弧牧 我不拜 所以每一个弧牧 都可能是做过你的爸爸妈妈 所以我们就会找一个弧牧 在那边一直念 然后他们外国人 你念什么 我再念给我爸爸妈妈 或者亲戚朋友 如果那个弧牧区 有中国人的弧牧 我们就在那边念 然后就在那边点很多香 就不会被骂 拜了很多食物 事实上是 为所有的弧牧 各位以后你去 扫弧牧 对祖先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你带着这些东西 为所有的弧牧 供养三宝 以这些东西 三宝加持 化为甘露 布施给所有的其他众生 这样是对你的祖先 最好的方法 我们中国人 于兰盆法会 穆建年 替他的妈妈 供养佛 所有阿罗汉 所以他妈妈超度 进一步放宴口 施食 为我们的父母祖先 超度所有地狱恶轨道 那我们的父母祖先 就得到最大的功德 如果各位你要超度 刚刚我们买了很多牛奶 一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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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牛奶 我说买牛奶 我们要超度所有被堕胎流产 还是生病死亡的小孩 这个就是超度你自己 堕胎胎儿最好的方法 所以 念一下 帮助众生 才是帮助自己 让众生欢喜 才是让佛陀欢喜 慈悲才是供养佛 所以我们后面 有一位居士 上回排我两次去南京大屠杀 鼓掌一下 刚刚碰到我 师父还欠我 还要去哦 谢谢给我机会 南京大屠杀 那一定有我们的父母亲人在里面 所以有一首诗 大宝法王所写的非常好 念一下 善师如母众 善师如母众 男人无量苦 意念苍生情 事事永不离 善师如母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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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大乘佛教的 正知见 八正道 正见什么 正确的了解 所有众生都做过我们的母亲 善师如母众 所以众生都是母亲 因为刚刚讲过 离开世界 离开众生 我们都没办法单独生存 让我们生命能够单独生存的 都是我们的父母一样 帮助我们 他帮我们做鞋子 他帮我们做衣服 他帮我们给我们药 要这样经常的善师为 这些众生母亲 男人无量苦 却知道他们在六道里面轮回 虽然他很有钱 虽然他现在很漂亮 很健康 但是他将来世病会病 会老 会死 所以世间人执着金钱 执着外表 执着地位 事实上 你也知道 执着就是痛苦 这一点各位要体悟 要体悟 但是世间人会想说 我拥有了一点点财产 我拥有了一栋很漂亮的房子 车子 它会有一点骄傲 这个就是天神的骄傲 我拥有这个 事实上 你任何拥有的东西 都是暂时的 都是无常的 但是他们不知道 所以他们就因为如此 不断的在痛苦 不断的难忍无量苦 他们必须轮回 所以意念苍生情 所以各位要一直想着众生苦 不能光想我的苦 我儿子 我妈妈 要意念的是所有生命的痛苦 世事永不离 生生世世 只要有一个母亲在受苦 我们就不入涅槃 地藏菩萨说了 地狱不空 世不成佛 众生度尽 方程菩提 那这首诗非常好 我经常念 因为这是大宝法皇 亲手写的 在他未满二十岁 就写下他的 这首诗 他说这是他生命的意义 生命的意义 就是为母亲而来 所以有一次 我要去别的地方 我就问 海道法师你去哪里 找母亲啊 你母亲住在外国 我说我不是跟你开玩笑 真是如此 不然我去干嘛呢 所以我们都是念下来 母子相遇 我们大家能够见面 都像妈妈看到儿子一样 都像儿子看到妈妈一样 学佛法的空性跟悲心 必须表现在人跟众生的亲密感 看到众生就像母亲一样 看到一只蚂蚁 就想要说这只蚂蚁 一定做过我的母亲 我想要给它食物吃 所以我们今天去屋墓区 撒了一些米才知道 那个蚂蚁可厉害了 一人夹一颗米 就跑了 哎呀 我以为米光给鸟吃 蚂蚁更爱吃 显示那个蚂蚁都没人喂的 但是你喂蚂蚁的功德 就可以回向给昏墓区的友情嘛 所以释迦牟尼佛说 喂一只蚂蚁等于念了十部贤截经 喂十只蚂蚁等于念一部大藏经 喂一千只蚂蚁来世做转轮王 所以各位要忙着喂蚂蚁 那佛陀讲蚂蚁是说喂蚂蚁吗 所以那些鸟啊那些鱼啊 都是我们的父母 所以佛陀在跟阿难说 阿难啊 今天你拿一个热包子要来给我佛陀吃 结果你门口看到一只流浪狗很可怜 你先把这个热包子给那只流浪狗吃 那比供养我功德还大 等于供养所有佛的功德 所以我们汉传佛教最重是什么 布施食物给更可怜的众生 所以我为了要来见各位妈妈 我已经去跑了三场大墓 然后要把这个功德布施给各位 所以刚刚我们宽贤法师很慈悲 他说海盗法师我告诉你啊 法会完以后啊 我们往生排位改到后面去了 要去念哦 那以前就在这边 我刚才进来不见了 改在后面 有个小房子 然后呢我们去念 所以我前面永远都摆了两本书啊 念一下 堕胎胎儿 这里面有七百万 七百万的名字 是所有堕胎胎儿的名字 那对我来讲 我永远就带着 我时时刻刻 要对他们慈悲 这样来培养悲心 因为有牛奶 有食物 妈妈只要有小孩子 她永远会有一个爱在 所以我在讲的时候 这些小朋友也在听啊 所以我不会讲得太深 各位一定会听得懂 所以一定要 一定要让他了解 所以不离悲心 然后我们来念经 大家来修行会很好 所以现在 我要做简单的诗诗 希望今天法会来参加的众生 更多一点 好不好啊 也希望我们累世的爸爸妈妈 冤亲在主 都来参加法会 好不好啊 太羡慕了 如果他们能够来 保证就超度 就怕他不来 没有信心 没有姻缘 所以希望他们来即解脱 但是我们无论如何 招请他 那你要招请你的爸爸妈妈 那更要招请过去式的爸爸妈妈 所以有一个老和尚跟我说 你做过犹太人 我说有一点像 你做过美国人 我说更像 结果我研究结果 我哪一种人都做过 我爸爸还跟我说 你做过日本人 所以我从小就被送去日本 好在又出来了 所以每个人都做过每一种人 所以佛教我们有空性是 念下来 无我像 无人像 无众生像 无受者像 没有分别像 让自己念习 你千万不要跟你老公说 我是女人 你太女人像 因为你有那个像 你就是要别人尊重你 所以你要把自己 超越超越 因为这个外表 这是一个暂时的 对不对 一个工具而已 工具 甚至所有的痛苦 都是这边来的 但是我们只是借这个工具 假的 臭屏狼 我们要修真 修慈悲心 修佛道 成佛之道 但是不要做他的奴隶 不要做感官的奴隶 所以讲到这边